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杂志 IDC报告显示 2023年全年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2.71亿台 同比下降5.0% 创纪十年以来最低出货量 不过2023年第四季度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7363万台 同比增长1.2% 在连续同比下降十个季度后 首次实现反弹 其中 2023年全年 苹果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为17.3% 首次夺得第一 而2023年第四季度 华为重回中国市场前五 13.9% 而小米跌出前五 小米手机业务自2022年一季度开始衰退 小米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 从2016年的8.9%一路 攀升至2021年的15.8% 但自2022年一季度开始 小米的出货量和份额都开始回落 与此同时 小米手机业务营收也自2021年单计500亿元左右的规模 下降至2022年每计400亿元的规模 2022年第四季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 小米手机业务营收继续下滑至367亿元和350亿元 同比分别下滑27%和23% 2021年是小米手机市场份额上的巅峰 2021年第四季度小米市场份额达到15.8% 超过其最辉煌的2015年 当时小米份额为15% 不过2021年四季度小米在中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排名依然位于第五 把小米送上其巅峰的是华为的短暂离场 因被美国制裁 2021年华为推出的P50系列手机仅采用了4G芯片 相较于前一年发布的P40系列5G手机像素 而在面向高端市场的Mate系列 华为甚至直接缺席 当年没有推出手机 本应在当年发布的Mate50 推迟了一年到2022年下半年才发布 包括Vivo、Apple、苹果在内的手机厂商 都想抢华为留下的高端市场 小米算是其中的相对成功者 相较于2020年四季度 小米手机出货量在2021年四季度 获得了11%的增长 苹果同期增长了3% 其余手机厂商 Vivo和Apple则分别丢失了9.1%和16.6%的份额 不仅没让Vivo和Apple分到华为留下的市场空间 反而削弱了其规模的手机品牌 是华为在2020年11月玻璃的荣耀 错误的高端化时机和节奏 2019年 小米在华为开始受制裁之际提出了高端化策略 它做了两个动作 其一是实行红米加小米的双品牌战略 其中 红米作为专注于极致性价比的品牌 主攻电商 而小米品牌转型对标苹果的高端品牌 其二 小米自2019年启动渠道改革 推出小米之家旗舰店 小米之家专卖店 小米之家授权店三种线下零售模式 其中 旗舰店为小米自营 专卖店和授权店则都采用加盟模式 紧接着 2020年 小米推出第一个高端产品 小米10系列 2021年 小米又密集发布了同样定位高端的小米11和小米12两个系列 2021年年末的小米12系列发布会上 雷军称小米正式对标苹果向苹果学习 配合销售这些高端机型 小米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大幅扩张线下门店 2020年9月末 小米线下门店数量有2000多家 一年后的2021年9月末 数量增长至一半多家 平均每天超过20家新店开张 按照计划小米要继续用两三年时间把门店规模做到三万家 然而 这个高端化梦想很快就被两个事实打回现实 一方面 小米手机寻求高端化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华为当时崛起的时候 全球手机换代需求在2021年之后大幅下滑 疫情让很多人开始想要节省过日子 而小米的一系列所谓高端手机 小米10 11 12系列并没有在功能上创造足够的换机冲动 事实上连苹果这两年推出的iPhone都没什么重大更新了 另一方面 荣耀在玻璃后飞速崛起 2020年四季度 荣耀的市场份额还仅有4.6% 一年后 荣耀的份额就变成了17% 这一数字也超过小米当时15.8%的市场份额 同比增长253.400分号 呈现了华为留下的大部分市场空间 把小米送上业务巅峰的是华为 把小米拉下宝座的是华为剥离出来的荣耀 实际上 小米在2021年平均每季只卖出了600万台高端机 2022年一季度 这一数字进一步减少到400万台 萎缩三分之一 此后 小米开始不再在其财报中公布高端机销量 然而小米的乐观 不仅使其在2020年和2021年期间 快速扩张了大量线下门店 还让它生产了过量的手机 并把它们大量扑进线下门店 Win的数据显示 小米的账面存货 在2021年年末首次突破500亿元 2022年6月末再创新高达到578亿元 占总资产比重达到19.72% 为上市以来最高水平 对这些存货的消化一直延续到2023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